桃園的民众注意咯 配合捷运绿线G07站第二阶段工程 桃園火车站前缘缓将在11月3号起正式封闭 火车站前动线将进行微幅调整 包含计程车排班区接送区跟车辆动线 提醒大家要注意相关讯息 以免耽误了搭车时间 就是我们的计程车排班区的部分 会到大同路跟我们围里前面 就是云摆侧的部分会赶到这个地点 小客车的接通地点的部分 会在我们的人行道 也就是我们风雨走廊的两侧的部分 第三个就是我们公车的部分 公车的停等区的部分 会改到我们的轨道运警馆的部分 第四个台铁的部分原则上不受影响 第五个就是有关于远东百货公司的 进出的动线的原则也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原环被纳入施工围离范围后 因应民众车辆通行需求 结工局利用一旁的脚踏车风雨走廊 规划了一个小圆环 分流上下车接送区 但百货商场与车站人口动线 都不会被影响 今年的11月3号要将围离外推自大同路测 大约外推44公尺左右 因为我们捷运绿线的部分 在运气车站因为它开挖的面积很大 而且很深 大约40公尺左右 当我们工程在115年完工之后 会形成我们一个三点共购的一个情形 施工期间造成不变 进行市民建量 捷运绿线地下段主体工程 预计会在115年底完工 因为工程范围庞大 需要向下挖40公尺 施工期相对比较长 工程期间交通动线势必会受到影响 呼吁市民朋友配合改道 期待完工后更好的桃园 记者来为一桃园报道